生活的11住坪都可以環保 干净整齊的慈激環保教育站 及白髮苍苍的環保志工 都让学生很有体会 很多人都会觉得回收场会很脏之类的 但其实这边还好 这边都会有人在整理 也不会有什么苍苍水水的东西在地板上 看到有很多的阿公阿嬷叔叔阿姨 他们都在这边坐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每天都来 那我们应该也要从我们自身 去做好一些分类 他们会发现这个环保回收站 都是很多的志工奶奶 志工爷爷 阿公阿嬷 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有感动到的 这两种什么不一样 亲自动手做分类 学生才知道回收学问这么多 没有想到塑胶 塑胶类还要分那么多 然后录影带还要结构还要分得更新一点 在学校可能就是便当盒跟什么 纸板纸箱就丢一起 可是在这边要分开来 就是里面有不一样的材质 三名高中学生也在低碳生活馆 志工讲解下受到震撼 原来日常生活无不损耗地球资源 学生愿意担任环保大使 努力减缓对环境的伤害 大爱新闻 这下美志工 陈永昕 许秀凤 吴明璋 高雄报道